兄弟们,山祖石兰,大江必定东流去,血乳双漆,梅花依旧向阳开,成为你想成为的人,一步一个脚印去开拓自己的边界,加油! 哈喽大家好,晚上那个跑过江湖卖过意,吞过铁球练过气,火车倒上压过腿,厕所后边喝过水的小龙 在好几天以前,就有朋友在视频下面留言,让我们唠一唠熊九龄,让我拖拖拉拉搞到了今天 大家记得点个赞啊 九龄,一位来自湖南张家界的九龄后小伙儿,两年前开始在老家农村全职做自媒体短视频,为人善良,长相憨厚 他视频里主要出镜的就是他九十多岁高龄的奶奶,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祖孙俩的欢乐日常 九龄照顾奶奶的各种细节,也感动了很多的粉丝网友 首先我们看一下他在锡锅视频的数据,目前一共发布了904条视频,拥有粉丝22.3万 认证的是优质Vlog领域创作者 接下来再看一张截图,这条数据是我随机抽取了他十条视频 所有的播放量加在一起等于124万 然后我们拿124万除以10,大概就能得出他单条视频的平均播放量大概在12万左右 大家都知道,90的视频无论是播放量、互动量以及话题量都属于中规中矩 所以说他的作品在西国视频1万次播放的价格大概也就是30到50之间 今天我们就取一个中间值40来大概的推算一下 然后我们拿他单条视频12.4万的播放乘以他万次播放单价的40元 大概就能得出他单条视频的收益大概在490元左右 接下来就是更新数量了 一共历时18个月左右发布了900多条视频 平均下来每个月大概50条左右 所以我们拿496乘以50就能得出他拍短视频一个月的税前收益 大概是24000左右 然后再扣掉20%的税还能剩下19000左右 最后我们再拿这个19000乘以12个月就能得出他在今日头条西国视频 发布短视频一年的税后存收入大概是23万多一点 兄弟们重点来了 我们推算出来的这个20多只是90在西国视频发布短视频 大家看视频他正到的播放收益 他在头条里卖东西以及大家对他视频的打赏都没有计算在内 因为那个实在没法推算 综合下来吧 90的选择还是正确的 一年搞个几十个W应该是没有问题 朋友们 以上的所有数据只是推算 可能不准确估计也差不多 视频的最后啊 祝福90的奶奶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平安幸福 祝福90的短视频创业 一帆风顺 早日粉丝破百万 加油 消贷 好的兄弟们 我是小龙啊 下期视频如果想看哪一个网红大V的收入 请把他的名字打在视频的评论区 关注我 一起学习 互相交流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